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的叫凯文 女的叫朱棣 他们要求店长打开保险柜时 店长说 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为什么要断送自己的前程呢 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我怕你看了不会喜欢 手底下并未行动 于是朱棣就一枪把店长给崩了 镜头转到一个荒郊野岭 一名叫萨曼莎的白衣女子 因为汽车没有抛锚 丈夫又去寻找加油站一夜未归 独自出去求救 忽然她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小木屋 屋子里有一套老式的无线电 还有一个背包 幸运的是里面有一包麦片 她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正要填饱肚子之时 一个拖着斧头的男子走了进来 难道这是一个荒野杀人狂吗 大多数美食惊悚片的套路都是这样 美女趁她不注意逃走时摔伤了大腿 结果被这个男子好心扶了起来 原来这个男子还有点帅气 名字叫汤姆 他的车子被撞坏已经困在这三天了 虽然这个帅哥表现得很有好 可是萨曼莎依然心存戒备 接下来的聊天她才知道 夜里外面的气温零下五度 昨晚她在车里裹着毛毯才没有被冻死 而且她丈夫至今未归 很可能已经被冻死了 萨曼莎又孕在身 汤姆就建议她晚上睡在小屋里 还能烤火 于是他们就到萨曼莎的车子里 将毯子拿走 汤姆还拿锤子 在路边订了一个求救的牌子 又给她丈夫留个便条 方便找到她 萨曼莎见汤姆拿着锤子 心中忐忑不安 毕竟荒山野岭 万一她是个伪装的变态杀人狂 触怒了她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也不敢多说 就跟着她回到了木屋里 还好汤姆是个正人君子 晚上她睡地板 萨曼莎睡床 安全地过了一夜 这样的绅士行为 才让萨曼莎彻底安心 第二天汤姆就去自己车里 给萨曼莎找了双鞋子 然后把车子的油吸出来 准备灌到萨曼莎的车里 离开这里 可是在半路上 她撑到几声枪响 吓得把汽油都给破霉了 他们找了半天 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 而屋子里的萨曼莎 正在发呆着时 却见到了一个黄色短发的女孩 正是影评开头 打劫商店的抢匪朱迪 这个女人有点毒蛇 不讨人喜欢 也是个聊天终结者 原来在半路上 她和男朋友吵架 被赶下了车 走进树林里迷路 才到了这里 无奈夜里太冷 朱迪也不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于是再次将就一晚 准备明天再做打算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朱迪就离开了这里 可是她走了很久之后 却发现自己再次迷路 又回到了原地 无奈的她就坐下来 和萨曼莎聊天 这不聊不要紧 一聊就聊出了大问题 用简单易懂的话说 就是朱迪以为这儿是杭州 因为她和男朋友抢完钱 准备去杭州去玩 而萨曼莎却认为 这儿是广州 说自己和丈夫 从深圳到广州探亲 一定不会记错 但这距离上 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俩人都以为对方疯了 那么究竟这是哪儿呢 镜头这边的汤姆 也发现了另一个 更大的问题 她想走出去求援 还在路过的树上 都刻了记号 结果遇到了鬼大墙 还是回到了小木屋 难道这个地方 是个迷宫吗 当然 还有更令她崩溃的 这俩女人 让她评理说 究竟谁才是疯子 汤姆听完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个说是杭州 一个说是广州 你们两个都疯了吧 我是去大兴安领的 孤儿院看望哥们的 这他妈是大兴安领才对吧 仨人这一对峙 彻底完蛋 肯定是进到一个 传说中 百慕大三角一样的地方了 难怪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一直鬼大墙 怎么办呢 食物也不多了 总不能饿死在这儿吧 隔天一大早 三人就尽早出发 准备尽可能走远一点 看看能不能走出去 结果走着走着 朱棣就被地上的 一个门把手给绊倒了 兜里抢的钱也掉了出来 树林里怎么会有门把手呢 他们打开这扇门 发现地下是一个 保存完好的防空洞 里面有一些地图和食物 刚好萨曼莎的父亲是德国人 懂一点点德语 才看明白墙上的地图 原来这里不是广州 也不是杭州 更不是大兴安岭 这儿是波兰境内的一处森林 幸运的是 1932年的罐头和葡萄酒 都保存的比较完好 三人装上食物继续出发 结果走到半晚 又回到了那个小木屋 还是鬼大墙 三个人非常沮丧 猜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被外星人劫持了吗 在喝了一桶老酒之后 萨曼莎好奇地想观摩一下 朱迪的钞票 因为她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于是乎 戏剧性的下一幕出现了 萨曼莎发现 那些钱都是假的 都是些1984年的钞票 而她自认为 现在是1962年 政府怎么可能印未来的钞票呢 朱迪一脸的懵逼 这才发现 萨曼莎的衣服似乎很土 她拉开自己衣服的标签 1984年台湾制造 而她认为 现在是1985年 两人面面相去 异常的震惊 刚好汤姆也进了屋 两个女士逼问她 现在是哪一年 汤姆说 现在是2011年 怎么了 很简单 他们在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空 穿越到了现在的波澜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他们没有一点头绪 正在此时 门外传来了几声枪响 他们看到一个 端着步枪的年轻人 正在靠近 当他们出去和她交涉之后 才发现 这青年是德国人 而且是个军人 根本听不懂英语 只有萨曼莎跟母亲 学过德语 勉强能够沟通 可是这青年 二话不说 就把他们三个都绑了起来 三人这才发现 把没有灰尘的防空洞 地图和德国人综合起来 他们猜测 应该是穿越到了 三四十年代的波澜 也就是二战期间 那么这个德国人 就是个纳粹 他把汤姆绑到外面之后 决定先审问这两个女人 结果德国人突然发现 朱迪的脖子上 有一条项链 发狂了一样 问她这项链是从哪来的 更巧的是 萨曼莎也有一条 一模一样的项链 而且项链里的照片 就是她的妈妈 那么假如汤姆 也有这个项链的话 这个德国人 就不会下杀手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德国人 去询问汤姆的时候 却被汤姆一个肘鸡 给打晕了过去 原来汤姆早就暗中 解开了绳子 于是他们反过来 把德国人绑了起来 才靠这一模一样的项链 理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萨曼莎打开 德国人的士兵证 看到名字才明白 这就是她的爸爸 名叫汉斯 记忆中妈妈说 汉斯死于 二战波兰的一场风炸 爸爸死后 妈妈就改嫁美国人 她才跟着妈妈 到了美国 而朱棣有这个项链 是因为照片里的女人 是她的外婆 德国人汉斯 就是她的外公 萨曼莎 就是她顺理成长的妈妈 她的记忆里 因为爸爸死于越战 妈妈死于难产 她寄养在 凶恶的爷爷奶奶那里 整天受虐带 满身伤疤 又缺少母爱 才成长为一个叛逆少女 最终做了劫匪 萨曼莎听完 直接就哭着跑了出去 她难过的原因很简单 自己不久后 就会死于难产 而且将来的女儿 生活悲惨 还是个劫匪 简直没有比这 更糟心的事了 此时 沉默的汤姆 也缓缓说出了 她的身世 原来她也有一条 一模一样的项链 她的妈妈也叫朱棣 爸爸叫凯文 他们因抢劫商店 枪杀店员 被判了死刑 所以她从小在 孤儿院里长大 无父无母 无依无靠 也就是说 朱棣是她妈妈 萨曼莎是她外婆 这条项链 就是从那个德国人的手里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朱棣听完也崩溃了 这关系履清了之后 真相也就大白了 既然都是直系亲属 萨曼莎就决定放了她爹 向汉斯认真解释了一番之后 汉斯还是半信半疑 一脸懵逼的离开了这里 三代人在聊天之时 又说起了这些天做的怪梦 萨曼莎梦见自己丈夫 去越南打仗 不在家里 因为救护车来晚 他死于难产 朱棣则梦见自己被注射了死刑 而汤姆则梦见误杀了一个牧师 然后开枪自杀 这些梦在前面所有的对话中 相互印证 应该就是未来各自的死法 既然三代人都梦见自己会死 那么是否意味着 上天要他们聚在一起 改变未来呢 要改变的话就很简单 朱棣和汤姆生活悲惨的原因 都和上一辈人有关 这也是蝴蝶效应一样的连锁反应 追根树源 都在那个德国人汉斯的身上 假如汉斯没有死于波兰轰炸 那么萨曼莎的母亲就不会再婚 她丈夫去越南打仗的时候 身边就有父母的陪伴 生孩子之时 应该会开车送她到医院 那么萨曼莎就不会死于难产 而生下来的朱棣 也不会寄养到爷爷奶奶家里 会在母爱的呵护下成长 至少不会变成劫匪 最后汤姆也许能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出生 所以只要让汉斯活着 就能改变汤姆和朱棣那屎一样的人生 还能让萨曼莎避免死亡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 救了汉斯 萨曼莎的母亲不会再嫁到美国 她会不会再遇到现在的丈夫 朱棣和汤姆会不会还存在呢 就在朱棣纠结之时 她胳膊上小时候被虐待的伤疤 突然消失了 也就是说 他们的决定正在改变历史 于是朱棣和汤姆也豁出去了 一致决定 让汉斯躲进防空洞里 务必保住性命 改变他们的人生 此时汉斯正在用无线电联络德军 军队认为他的任务失败 要对这里进行轰炸 也就是说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不管萨曼莎如何劝说他 汉斯就是不听 作为一名军人 他一定要去完成任务 汤姆上前阻止 却与其发生了冲突 于是朱棣就上去帮忙 在相互的撕扯当中 朱棣被外公一枪打中 奄奄一息 假如朱棣死了 汤姆必然会消失 而救了汉斯 就能改变三个人的未来 说不定还能救和朱棣 于是汤姆决定 留下萨曼莎照看朱棣 立刻跑去追逐汉斯 好不容易追了上去 却不是汉斯的对手 被对方揍得鼻青脸肿 汉斯此时仍然要跑去执行任务 可惜跑了一个大圈 又回到了小木屋 还是鬼大墙 凑脚汤姆也跑了回来 汉斯拔枪就要射他 可是连打了树枪都没有打中 汤姆正在逐渐的消失 因为朱棣此时已经死了 汉斯眼睁睁的看着大伙人消失 他此时才意识到 或许这帮美国人说的都是真的 萨曼莎几乎快哭了出来 劝老爹赶快躲进防空洞里 其实有这么大个人 突然问他叫爹 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正好此时飞机开始了轰炸 汉斯这才被说服 先躲进防空洞里保密再说 小木屋也随之被炸毁 历史也被改写 镜头再转到1985年 朱棣到影片开头的商店里买东西 觉得此处好像似从相识 刚走出大门 一辆红色的跑车停到这里 一对情侣要去那家商店里抢劫 正是凯文和一个陌生女孩 店长看了他们一眼 似乎见怪不怪了 当被要求打开保险柜时 他仍旧说 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为什么要断送自己的前程呢 保险柜里的东西 我怕你看了不会喜欢 很显然 又一个误入歧途的女孩 被老天送了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那么这个店长又是谁呢 欢迎小伙伴们留言讨论 最后朱棣的人生是真的改变了 成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她回到家里 萨曼莎正抱着汉斯的骨灰 等她一起洒到海里 所以她没有和凯文谈恋爱 汤姆也自然不会存在 影片结束 抛开时空悖论不说 这的确是一部剧本构思 非常精巧的影片 改变未来拯救亲情的结局 也让人倍感温暖 再次就强烈推荐给小伙伴们 都看到这里了 喜欢我解说的朋友 不妨点赞关注 走上一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